西鐵園線的全新樓就位於朗平的雨口 現在來到朗平站 由F7樓走到東頭村這邊 由17站沿著這條路走過去 8分鐘 雨口剛剛收樓 整個項目只有一座大樓提供335元 在西鐵線的新樓來說 它的價錢算便宜 由14000元到17000元 一房就570萬起步 兩房就690萬起步 三房大概1000萬起步 我下去 三部電梯有多少戶 一層17戶 很多 哇 這個走廊又長又深又多戶 717呎的三房 進來沒有圓關位 整個客飯廳 很闊 視野很棒 然後再走前一點 有一個大的露台 望出去就看回村屋那邊 然後整個山景 再遠一點就去深圳 門放回客人 它製造了一些射凳的 廚房也挺不錯的 而且那東西是用雙開門的說明 這個也挺深圳的 然後就整個L型的櫥櫃 五旺的景觀 還有一個酒櫃 也挺精品的 整個櫥櫃的勇性很高 沿住走廊 就是第一間就是用室 有這麼多好企鎖的用室 再轉過來就是第一間稅房 然後第二間稅房 基本上大同小異都是一個很明亮的窗 要看回環璃圈 OK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是相當大 而且都很方正 基本上是把床排在這裡 然後這個位置可以做少少衣櫃 或者源自這個位置做衣櫃 都是一個很明亮的窗 這個位置可以做少衣櫃 可以玩少少衣櫃 元朗也是屬於一個比較耐濃的窗 視野有更闊 這裡是21樓 相對來說其實都很棒 這裡 主人房 浴室 454呎兩房 有門 有個圓桿位 這裏有些鞋跪跪 轉過去 直走一個長型的廳 走前開 就是一個很闊的露台 現在下雨就不可以開了 其實都差勿 旺的景觀 整個山景 外面露營 在這裏 再推薦 就是L 型的廳房 有點懷疑 但是工作桌面不算大 這裏是第一間睡房 現時是景色很闊 這裏是浴室 主浴室 還有一個閣窗 正在看多多寬闊 這間浴室正在相當高 因為前面的視野很闊 而且它的實用性也很高 371呎的浴室 進來 嘩 長廳真是多長 而且你想想一房 一房也有一個這麼自正的樓台 很少有 現在是21樓 前面是工廠區 不過低一點就跟它對望 高一點會好一點 再遠一點就遠了 樓底都可以的 3.25米 一房很闊 一個L型的廚櫃 整個廚櫃 很好吃 在這裏 向下按LIKE 有什麼了解 還可以 再進來就是浴室 浴室 浴室以一房 這個廚櫃 配置很好 都是用比較正常的文章去做 這裏就是主人房 嘩 房間很深 差不多三分二的廚櫃 又有一個窗 因為它的護形和設計都相對實用 整體感覺都可以 所以你們覺得呢 今天節目就這麼多 我是Luis 我們下期見 拜拜